中国中亚峰会起步在即 峰会的新闻中心也正式迎接中外记者了 中国中亚峰会既是今年中国首场重大主场外交活动 也是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三十一年来 六国元首首次以实体形式去办峰会 将开启中国和中亚国家关系的新篇章 那此次峰会的新闻中心到底什么样 又有哪些独特的地方我们一起来探访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新闻中心不仅设有这个公共工作区 还有新闻发布厅 而且跟其他的新闻中心不一样的是 之后还有一个科技文化展示区 以及中医体验馆 这两个区到底什么样呢 都给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那在我的这个左手边呢 就是新闻中心的公共工作中心了 那本届的中国中亚峰会的新闻中心 总面对达到了2000平方米 那我们一起看看这里面的新闻中心 到底有多少记者 可以看到很多中外记者 都已经在新闻中心开始工作了 那这里呢 就是新闻中心特设的科技文化展示区 可以体验特色项目 让我们来看看这里都有哪些好玩的 我们现在这个展台展示呢 我们现在这个展台展示呢 喝起来有点像普洱茶的感觉 然后外国记者品尝咱们这个复茶之后 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吗 他们怎么说的 嗯 他们一般都说搁的T 嗯 真的是这个展区特别有特色 而且吸引了特别多中外记者的打卡 那我们现在也来问一问这个中外记者对于这个展区 他们是最喜欢哪个产品 我来过好几次 但是这次我很真的很开心 怎么说的 报道这个这个峰会呢 因为对于整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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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有很大的重要性 我记得我主要的印象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那个骆驼是吧 这种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就反映西安之前是中国是守之路的这个曲点对吧 所以呢在西安里面你可以看到我觉得是中国那些文化的印象 而且是中亚还有这个西北那个文化的印象 感觉到这个鸡肉其实有点酸痛呢 刚刚去完这个终于体验馆 这个体验一圈下来我已经出汗了 刚才老师问我这个卖国的时候我特别紧张 就怕生怕出生怕莫出什么问题 那体验一圈下来确实整个人都得到了放松 特别的舒服 在您观完峰会新闻中心后啊 相信您也可以发现 中国中亚峰会的新闻中心不仅可以为中外记者提供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 同时也是展示中国文化的窗口 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可以通过这里来了解中国 那中国中亚峰会开幕进入倒计时 也请继续关注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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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